因为我现在开的车数量稀少 更能凸显我的个人风格 你觉得以JIP来说 现在很多车有没有 也是差不多 多少有这么一点心态 其实JIP的这个车子 在长年台湾大家以为 好像有总代理的感觉 其实它是没有的 因为它能见度很高 尤其是我们接近这个选举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它 不管是新旧款都会出现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车款 刚刚我们提到很多的一些品牌 它都是属于一个特色经典 然后不同的车型 可是像这个JIP的 它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功能性的 一个存在 那首先我们讲到说 比如说它外观经典那些 但是在功能性 因为越野 越野这一个 其实在全世界现在的车子 已经真的是不多了 那它独特的一些设计 跟独特的一些功能 是其他车子没有办法达到的 那如果现在总代理要来了 小七所说应该是明年 这块是明年的话 你觉得卢敏肯 会不会就是首先要进来 抢工市场会很有效的一款 当然因为我想这款车 在台湾的能见度 不管是这个很多人都会知道 对因为选举败票的时候 它的广告度实在太大了 台湾几乎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说 这就是JIP 可能不知道它叫JIP 可是它叫吉普车就是它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经典的部分 第一个当然就是中英也知道 它就是一个格柵 而且一定是七 对 一定是七格柵 对 一定是七格柵 如果你看到六或者是那个五的 那可能是假的 那可能是假的 再来呢就是它的这个圆灯 就是它的面孔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的 它经典的款式都是在这个上面 而且它的这个灯里面有没有 连它的大灯里面啊 你有看到还有七格柵的元素吗 对 有没有 这台车很有意思 你看起来它格外的粗犷 它的确也是 越野性能各方面我们会来讲 但是它有很多的小地方 对 会让你会心一笑 我觉得头灯这里就是其一 等一下我们会陆续看到 对 没错 那我们可能要看一下那一边 因为这个这个JIP车子啊 其实是一个蛮 就是说我们聊到就是很 这个使用者取向的一个车子 你需要什么 它feedback给你的就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 因为之前我们陆续也接触过到好几次 对 现在来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吗 呃 因为它最顶级的版本 这台是2022年是最新的 它是这个我们知道Lubicom嘛 就是它顶级 那它Lubicom还有一个Ricom 是一个限量版本 Lubicom Ricom 这Wiggler Rubicom Ricom的版本 完全是没有discount的 对 完全没有discount 而且还要加加购 对 所以像这个车子啊 现在目前在美国一车难求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GIP 它慢慢是要转成这个全电的 慢慢在转的 那以我们越野迷来说 它是三点六的引擎 经典 对 尤其是像这样的限量版 那这台它比较不同的地方是 它这里比较凸出来 对 它比较凸出来 这个你也可以算 它有点暴规 它本来就暴规 可是它又加长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附了一个原厂 KO2 305的胎 就是我们男朋友好有钱的那个牌子 对 305的胎 再比较特别呢 它是原厂配的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防脱框的铝圈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去改装 这个其实就蛮贵的 那防脱框呢 即使它的这个胎压降到20以下 其实它也还是不会分离 会粘在上面 以至于我们越野的时候会很安全 那这个也是因为它法规 然后造型 它必须要盖在我们的轮胎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蛮经典的 而且你看我们从事可以在它旁边 可以看到一些很明显的结构 例如说它的前面的防心感 是 它是可以断开的 对 它有一个守卫霸的功能 就是说我们遇到比较大的石头 或者一个大的一个洞 你要上下分 它有一个守卫霸打开之后 它就可以落得更大的一个落差 那这个是一般目前所有的车子 是办不到的 我们都得要去改一个高落差 可是问题是你要到达目的地之前 你得要忍受那个高落差的晃动 而且现在能够有前后 这个固定走的那个车子 已经非常非常少 而且刚刚你有提到 那个断开啊 他现在是可以透过车内就可以操作 以前我们是要跑到车底 旧款的是要去去搬一下弄开 这样子有没有 好像马盖先很帅 对 现在你只要轻松 在里面按一个 拨一个按钮 其实它就断开了 而且它重点是这样 可以兼顾我们一般行驶路的舒适度 那你真的要越野的时候 他又有一个很强的武器在那边 那刚刚有提到 他这个因为是特斯板 所以他后面的部分 为了要承载这颗305的胎 这个非常重 我个人有一次叼掐 有换过这样这个轮胎 我回去腰就散到 因为我在膝里面 就是卡住 我自己换轮胎 很辛苦 搬起来不只很辛苦 人都快往生了 因为很重 然后呢 他所以他这个后面的 这个被挂的角链 有换 有换成这个比较加强的 那有一些GIP 他如果换这么大胎 没有没有加强的 其实大家如果玩GIP 大概知道门会有一点点缝隙 会变形 好 然后再来就是他这个上面 他有一个这种摄影机 而且他是外置凸出来的 因为如果换了这么大胎 他缩在里面 其实你只会看到自己轮胎 我们在倒车 或者越野要看后面石头 这个是非常好用 而且他有个盖子 是可以锁起来的 对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车内 就会看到这个镜头 可以掌握到的画面 对 然后比较特别是他后面的 这个下面的部分 他除了这个是 虽然是单筒的这个避震器 那后面像GIP 他所有使用的都是Dyna的 这个固定轴 这个固定轴非常的棒 然后他这个也配备了 这个拖车架 那这个拖车架呢 是属于这种美规的 这个非常好用 不管你要拖脚踏车 或者拖什么都可以用 插进去 那旁边的同时 他也配置了这个 美规跟欧规的接头 都已经装好了 所以你就不用再去改了 双接头都用 对双接头你弄了 就插上去就可以做使用了 来我们来把它打开看一下 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加强备胎架 其实它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就不会造成车子变形 然后后面横置打开之后 先测开再上线 对 那这台特色版呢 它有做一个 阿鲁拼的这个重低音 所以其实它 这个车子你在开的时候 这个音响相当的好 对 不管是你把棚打开 都非常的舒服 那再来到里面 你看这个新的 已经多了很多植容 包括它 我觉得它里面的质感 现在感觉又越来越好 对最早期的 这个连烤漆都没有 它旁边那个防滚架 连烤漆都没有 那它打开呢 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那我们除了它下面 可以放一些东西以外 它有送一些配备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东西很好玩 刚新年事才有的 那打开你看 当我们把前面的 这个挡风玻璃 盖下来之后 它的那个摄影镜头 会露出来 会露出来呢 可能会损坏 那所以呢 它就多了这个盖子 把它套上去 摄影镜头的盖板 对它摄影镜头的盖板 然后把它套上去 那这样的话 在前面的挡风玻璃盖下来 比如你选举的时候 有没有 你盖下来 就把这个套上去 那个镜头就不会刮花掉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野外求生的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 这个一定是车主 有一些feedback给他说 你前面那个要怎么样 怎么样之类 因为它翻下来嘛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小配件 对没错 对吧 好那我们继续进餐店来看 就花不到三十秒的时间 然后你把我上头的 对 对那个顶把它拿掉 顶把他拿掉 然后刚刚好不是形容说 嘿 各位朋友大家好 来哦 几盒 几盒 几盒会动出来 再打我一票好不好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马迪说 这选举的时候很好用 就是因为这个压力 对那前面要加个塑胶挡板 比较安全一点 对然后人要支撑好 但是的确 你可以看到这一台车啊 哇 我觉得这个视野完全不一样 好舒服的感觉哦 对因为这个车子 其实它里面非常的宽敞 而且你坐进来啊 它不会有那种 深陷其中的感觉 它的窗户是比较低的 椅子是比较高的 我们的坐姿 其实是那种座椅的坐姿 蛮舒服的 而且它现在这个车里面啊 终于你可以看到 它全部是红黑的一个布局 是全新的 很漂亮 也很时尚 对我还蛮喜欢的 对然后中间的部分呢 它已经有多了这一个 比如说我们多了 这个有没有 它荧幕的部分 而且你知道它的那个引擎 因为有48V 加上它这颗引擎 因为很成熟 所以它已经非常的细腻了 它在运转的这个时候 然后中间你看 非常配上非常多 像这种军风的一个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终于 你应该是蛮蛮喜欢的 我喜欢啊 就是虽然它还是有蛮多的实体安静 是 但因为我觉得以它这种 我们在讲呢 你还是希望它有一个越野的场域 能够使用的时候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要很直学才行 你不要让我在荧幕上 要一个子页 一个子页进去操控 那想要的功能 立刻就可以用得上 还有它连这种图案 有没有 艾迪哥刚刚都说了 它连这空调突然都很像 以前那个马盖仙 那个小吉普车 因为马盖仙最早 我们认识吉普车 其实就是马盖仙那个时代 因为它很厉害嘛 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得了 那那个时候的车型 它是比较扁一点 然后比较后箱会比较后退一点 头比较长一点 所以它就是这个形状 它让你就是在历史当中 在开这个车的时候很有感觉 还有你看排档头上面 对排档头上面也是这个威力的吉普车 而且它非常的粗又壮 因为这种车 其实我们蛮不喜欢虚拟按钮的 因为我们当你在offroad的时候 说要操控的时候 有实体按键在转才会清楚 因为记得跟大家讲过说 像这种转钮啊 它必须要做大 按钮也要做大 因为在offroad的时候会晃动 你如果做的很精致 其实我根本就是可能会按不到 那再来它比较特别是 你刚刚说有个断开的 对有个断开的 就是它下面的这个Swaybar的部分 你只要一按下去 它的那个前轴就会释放开来 那我们的落差就会变得很大 那包括这个以外啊 它的露营的利器 就是还有比如说offroad plus 的一些按钮 自动按钮 然后呢 它在4L的情况之下 它前后都可以锁纸 都可以lock住 然后再加上它这一支 这个大落 就是加力箱的部分 其实几乎这个车 在放大笔的这种爬行的 这种功能上面 几乎是同级车里面 最强的 还有你不要觉得说 它就很粗犷 然后它就是要让你去吞 它其实整个车室内啊 你看它的用料 对它精致度其实提升很多 很多 我必须说坦白话 以前的GIP真的很吵 它在开的时候 不管是那个轮子在滚动 你会觉得比较粗的质感 我觉得门好像没关好 但其实它关好了 但是这个车呢 它完全不会有给你这种感觉 而且你手摸到的任何的东西 除了它奶吞以外 而且它还蛮有一些防水的功能在上面 因为这个车子 其实我们在下到水里面啊 其实它会淹上来 如果你有时候不小心会淹上来 那淹上来 其实它下面有释放的水孔 它放掉之后 其实车室里面是OK的 你只要人还活着 这个车都不会有问题 就是很坚固很难用 对没错 而且因为它刚刚终于 你有看到这个是因为是可以拆的嘛 所以呢 它这个车在结构性上面 因为有这种龙 它不需要结合在 比如说ABC柱里面 所以它这个可以做得非常强壮 而且就算你把它整台车拆空之后啊 你去offload 它的刚性也会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重点因为它的刚性好 所以为什么会有美国这么多人去改它 它可以承受得住 这个才是这个车最精髓的地方 OK 所以你看哦 现在在还没有总代理的情况之下 其实JIP的车款 在台湾能见度已经不低了 表示它一直有一群 蛮死忠的粉丝 那现在大家应该都很乐见其仇 是 有总代理进来 对没错 或者是说 让你在车款的选择上 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非常的期待 地球王金线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导 年底Toyota的选择 调教出来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太照进的这种个性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台湾油门 地球王金线邀您一起上线 对等下线的这种东西 就会发生了什么事